加拿大两家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 正在加紧开发稀土 来应对中共在这一领域的垄断行为 下面来看加拿大记者安妮发来的连线报道 好的 谢谢主播 近日 加拿大关键金属公司和萨整研究委员会 正在加紧建造稀土提炼和加工设备 准备在2024年投入运营 目前 世界上多达90%的稀土在中国开采或加工 中共掌握了稀土的垄断权 而稀土是不可再生的稀缺性战略资源 广泛应用于军工领域 成为高科技产品中不可或缺的原料 是生产电动汽车 锋利发电机 手机 电脑的关键元素 去年6月 加拿大自然资源常设委员会 向众议院提交的一份报告说 鉴于对稀土金属的需求 以及中国在该领域的控制地位 加拿大发展该行业非常重要 关键金属公司拥有加拿大唯一的稀土矿 其目标是成为中国以外成本最低的稀土生产商 该公司计划把产出的混合稀土碳酸盐 出售给欧洲和美国的其他公司 此前 美国 英国以及四国联盟 已经开始着手减少对中共的稀土依赖 欧盟也从去年开始在非洲大陆建立自己的稀土供应 好的 现在把镜头交还给演播室